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小马AI的课程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使用牵移学习再挑战C法师 最近跟C法师干上了 天天都挑战它 今天咱们就再挑战一次 好 咱们先少续马上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 第一牵移学习 什么是牵移学习 第二 咱们用牵移学习的技术 咱们再挑战一下C法师 好 咱们首先先看什么是牵移学习 下面是一段英文的描述 这个不是从危机百科上拷贝过来 这仅仅是对牵移学习描述的1%都不到 就是这么长的英文 对吧 很难理解 初学者朋友根本就理解不了 但是小马给您用一句话翻译 一句话总结 什么叫做牵移学习 牵移学习就是 大家请看 把别人训练好的模型拷贝过来自己用 这个就叫做牵移学习 换句话说 我也不用去读别人的论文了 我也不用去看别人的代码了 我就直接拷贝过来 它的模型我直接就能用 但是还不是说我直接就用 我还可以根据我的需求 还可以改造它 这何乐不为简直就太棒了 这个技术 所以说今后我参加那个BIG DATE AI大奖赛开发的时候 我准备首先就拿别人的牵移学习 拿别人训练好的模型 我先套用试试 看看能不能成功 但是成功机率肯定很小 应该还是自己需要编 好 咱们先少叙 这就是牵移学习 它的好处我都给您介绍完了 节省您大量学习的时间 别人学习好的精华 您拿来就用 那么该怎么用 有什么注意的地方 有什么know how 这个咱就看代码 就能够理解哦 那咱马上开始啊 实战演习 我这段代码就给您完整的讲解了千语学习 同时给您介绍了n多个模型 为什么 因为别人啊 可能有好多的团队 好多的组织 好多的team 是吧 都在写自己的模型 写完之后他们效果也非常好 同时他把它公开出来 但是每个模型之间呢 还有一同 今天呢 咱们把这些所有的模型 咱们都拿过来 咱们都可以尝试一下 然后选择一个对咱们项目来说最合适的模型 那就是最好的 对吧 OK咱们看代码 这是一上来引用单排 没什么可说的 这个是KELAS里面的这个 处理这个神经网络图层的结构 优化函数 回调函数 这都没什么可说的 这个您可以看我前面课程 我前面课程也都是用相同的这些个层 或者是相同的优化器啊 这都没有问题 然后这地方是图片生成 残水这个上期已经讲了 对吧 最后是出图没有问题 好咱们简单看一下代码 代码 如果您看过我前几期这个AI视频的朋友 今天代码不是很难 而且呢 实用性却远远的高于前几期的代码 那咱们看啊 首先咱们装载数据没有问题 然后前处理 前处理 一个是除255 对吧 一个呢是用这个正规化的方式 正规化方式稍微差一点 所以说呢 我用除255的方式 这个极尽在于这个图片中是这么用啊 要是其他的一些回归问题 还是推荐您用这个正规化的方式 OK 这显少叙 然后咱们这个 图片集有十种分类 至这我定义常见到十 然后呢 玩热编码 这以前说过 对吧 然后打印出来 每个测试或是学习数组的 尾数 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地方重要了 这就是咱们签一学习哦 怎么签 大家请看 TensorFlow KELAS给咱们提供了很多个别人已经训练好的模型 咱们拿来就用 今天比如我拿的是ISNet50层的一个模型 咱们看一下吧 咱们进去看官网看一下啊 这个真的是给您介绍 我非常要给您介绍一下 这个我一定要给您介绍一下 进入TensorFlow的官网 怎么看 点击这个API 然后出来了吧 把这关掉 找到KELAS TFKELAS 里面有一个Application 大家请看 这些个模型 都是世界上优秀的团队训练好的模型 它们都用于做图片识别 您用哪个都可以 您项目中如果有图片识别的需求的话 我建议您把这些模型都试一试 找到最适合您的那一种 就是最好的那一种 好不好 今天我给您演示 比如说今天我给您演示IS50层 对吧 还有52层 还有101层 对不对 包括MobileNet 因为这个浏览器编码特别好 前两天我看过一个例子 就是说通过JavaScript 通过浏览器做人脸识别 用的就是这个模型 MobileNet 非常好 咱们先少许 吹完之后咱们回来 我今天调用了一下 RES50层的这个模型 对吧 怎么调用 大家请看 就在这扭这么一个对象就可以 这个Include Top 这个一定要选成False 为什么 因为它是根据这个 当时这个李飞飞团队的这个 ImageNet 训练出来的模型 那么咱们这个权重还是用那个 ImageNet 李飞飞他们团队的那个模型 但是最后一层 就不能用它 最后一层 它可能按照ImageNet 输出一个是1000是多少 一个数量 咱们今天的这个训练 仅仅是10个分类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 我不要最上面那层 我要把它去掉 变成咱们自己的10分类那层 所以这地方 您用千亿学习 一定这地方要设成False 然后输入的这个为数 我选Nan Nan是什么意思 Nan就是说它会自动判断 你的为数是多少 非常的好 非常的智能 大家请看 我ISNet50 就这么一行描述就够了 其他的呢 大家请看 完全的一样 我用这个Exception 对吧 VGG牛津团队的16层的 MobileNet 咱们看到对吧 Inception V3 谷歌 然后等等这些个 都是一行描述就够了 所以说咱们只要通过这一行 就解决咱们前几期那些个 我还得看论文啊 我还得做多个模型的 还怎么设计残插 怎么设计块 还是A块 B块 还程式17 对吧 完全不用啊 这一句话搞定所有的内容 那咱们试试 看看效果怎么样 好 咱们等于在这个地方 实力化了一个模型 接下来 接下来 咱们要做最后的咱们这一层 对吧 生成一个全连接层 第一层给1024 第二层给咱们这个10级 然后Soft Max 输出 对吧 输出成咱们10个分类 按照百分比输出 最后定义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 把咱们这个 它的输入 咱们签一学习模型的内容 作为咱们的输入 输出呢 是咱们刚才自己定义的这个模型 好不好 OK 没有问题 然后这地方编译 还用这个Adam ACC 这都没有问题 跟咱们前期期都是一样啊 这个地方我在这个代码中啊 我在这个地方打印出了一下 咱们所使用的这个千一模型 它的层数有多少层 有几十层的 有上百层的 有几百层的 都有啊 当然层数越多速度越慢嘛 对吧 当然越精确 对吧 而且呢 是这样啊 咱们做这个视觉网络吧 不是说这层数越多就越精确啊 一定是有一段这个论文理论基础的支持啊 您不能说我来一万次啊 那咱什么都预测对吧 不是那么回事啊 好 接下来咱们再定义一下前几期没有的 停止函数 是这样啊 就是说咱们总学 比如咱让他学了一万次 但是不行啊 咱们学到D 比如说咱们学一万次 咱们学到D500次的时候 就学不动了 每次学 百分比也差不多 然后损失函数也差不多 再怎么学学不动了 那咱们干什么咱们就应该退出 所以这地方咱们应该是在正常的这个产品开发过程中 应该定义一个这个早期退出 停止函数 你再循环没有意义了 都浪费时间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不能够再提高我的准确率了 对吧 所以咱们定义一个这个停止函数 这是定义一个这个降低学习率的函数 如果咱们学不动了 没关系咱们降低下学习率 步子慢的小一点 再学习看行不行 不行咱们再小点再不行 停止退出对吧 OK 然后这个是咱们把每一次我传几张图片同时训练 然后训练几个周期展示给一个 下面是这个图片掺水 没有问题吧 这是图片掺水 然后这个地方开始训练 然后刚才咱们定义两个函数 一个是早期停止 一个是建立学习率 通过这个回调函数的方式传进来 对吧 然后后面是打印出来这个咱们训练的结果集 OK 这是大概的代码 这段代码怎么说呢 计算量偏高 但是本机我是可以运行的 不过最近我还是愿意给您介绍这个Google collab 咱们用它去运行 稍等啊 我咱们这开Google collab 好我在这地方咱们建一个 OK 咱们新建了一个这个collab之后 这地方咱们就叫做TF 行吗 TF学习 OK 然后咱们首先干什么 把这运行时改成GPU的 OK 然后咱们拷贝代码试一下 自从接触这个的运行学习 我感觉这个图像识别领域的难度降低 当然你要做说做精确识别 那还得需要做这个数学学习 要自己自己建模 因为每个公司的项目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好咱们先连接 OK 连接上之后 现在正在连接啊 连接上之后 咱们先跑一下IS950层了 看看效果如何 咱们就跑一次 好吧 Go 第一次应该是下载 正在下载 因为是谷歌公司网络 所以说下载非常的快啊 千兆计啊 接下来 是这样 它下载数据集 同时还要下载 咱们所需要的这个 迁移学习的模型文件 就是现在这行 咱们看到了 这是咱们迁循的学习文件 人学习完了之后 咱们把它下下来 然后咱们开始学习 大家请看 这个网络层数是178层啊 我见过一个快1000层的 但是层数太多的话 不便学习也不便使用啊 好 正在学习啊 大家请看 学习第一遍它的成功率 这个学习数据准确率达到百分之四十几了 已经 现在还没有学完 这刚学第一遍 就差不多学会了 就这感觉啊 换句话说 这个书我看一遍 哎 考试及格了 就这感觉 天才 ok 学完了之后 咱们看一下最后的输出啊 最后输出的结果是 大家请看 我看在哪啊 啊 大家请看 学习第一遍 因为只是第一遍嘛 所以说这个 这个学习级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 考试考的不太好 只考对18% 没关系 咱们多学几遍就好 那一般咱们学几遍呢 大家请看 因为我的代码给您考虑了 这个 学不动的这个情况 对吧 它会有一个停止的情况 所以说咱们这个地方 咱们学个一千次都没问题 他不会真的学一千次 他等到他学不动的时候 他就会掉用这个函数 早期停止 他就终止不学了 所以说按照我 您跑我的代码 这地方你给大点没关系 他不会真的学一千次 这个您放心 ok 咱们跑完这IS 咱们再跑点别的吧 对吧 比如说我这个我跑了500次 觉得不好 那我再跑别的 这不这么多了吗 我再给您跑一个 再给您跑一个 最下面这个 好吧 DenseNet 121 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 咱们就跑一遍 其他代码没有改的 跑一下 够 它会下载一下 训练好的模型 大家请看正在下载 这个是430层 这不给你停下 这个我选了一千 因为它肯定会跑很多次 对吧 所以这个没有必要 咱们就跑一次 看一下它的结果就可以了 好 就跑一次吧 够 这样的话 不管您遇到什么样的图片识别问题 您首先想到的 或者你首先应该做的 是用牵引学习 看下实际的效果 挑挑参数 如果能满意的话 就是直接用 不能满意的话 再考虑您自己的模型 这是我给您的建议 OK 学完一遍 咱们看结果 是不是很惊人 他只学了一遍 但是 大家请看 考试成绩居然考了71分 71%的准确率 他刚学一遍 所以说这个模型 是不是感觉可用呢 比咱们前几期 学了10遍20遍的效果多好 对不对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好不吹了 回到我的课见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讲解的 如何使用TensorFlow KLAS的API 进行前一学习训练的例子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我今后参加大奖赛的 第一次训练 我的数据集的时候 我就准备使用前一学习试一试 不行 咱们得考虑自己的模型 对吧 然后我今天的代码 已经放到了GitHub上 有兴趣朋友下载 您实际跑一跑 这个代码我认为非常的实用 极力推荐给您 OK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视频的内容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希望您能够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并且为我的视频点个赞吧 拜托您了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再进一段视频再见咯 拜拜